我相信癌症的病人在復診當中都是一種壓力吧 他可能一輩子跟你和平共鎖 但是他不曉得哪一天會跟你爆發出來 我那時候覺得說我只是一個乳筋去做 我也不覺得身體有什麼樣的異樣 所以現在我後來想想看說我那時候在2010年的年底 一個很偶然意外的發現這樣子 差不多0.7到0.8公分 好像就是除了那個東西之外 那個東西已經切掉了 肺裡面還有好多那個人家說那種早期的癌症 就是說他可能一輩子跟你和平共鎖 但是他不曉得哪一天會跟你爆發出來 那每年如果過了那個五年的那個 就是癌症的一個高復發的風險的時間之後 就是他跟我講說每兩年再來一次 但是我還忍不住我每次去看他的時候 我都問他說我以後可以不用再來了嗎 就是希望說我們當然也希望說 醫生跟我們講說我從此就是一個就是 病毒就是永遠都不會再復發 其實我當然知道醫生不會這樣子跟人家講 那其實我相信癌症的病人在復診當中都是一種壓力吧 就是所謂的壓力就是說 就是怕說醫生跟你講說 你有什麼比較奇怪的需要注意的 我說實在我大部分就是炒菜的時候 人家就是一副那種在家裡的那種黃臉薄的樣子 我當然就口罩戴起來 然後臭油圓器開始轟轟轟轟就開始響起來了 就是你可以做到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生活的習慣要做 我還沒有開廢線來的時候我出門真的不會戴口罩 但是到了開完刀之後 那個曾經心醫師在門診在追蹤的時候 他就跟我講過一句 你都生活在台北市 我說大概九成是啦 出門要戴口罩 所以我當然是比較會focus在 怎麼樣改善自己對空物對我的影響 其實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是怎麼樣保養的 或者是自己吃了什麼保健食物那一類的 其實在我們台灣這麼富裕的一個社會之下 我覺得所謂的保養品很簡單就是飲食均衡 因為台灣幾乎沒有說好像是像 某個內陸國家說完全沒有海鮮 或者說在某一個地方說完全沒有那些 那個清育社的一些植物 所以食物的多樣化大概不容置疑啦 所以一個人只要食物的多樣化我想 就不要挑食啊 均衡的飲食就是你最好的一個保養品 我們常常癌症醫生都有說有五年的那種 是 所以我好像覺得說你就是做最好的一個準備 要怎麼說準備呢 就是把自己的匯活量訓練好一點 所以我那時候剛開完刀減少百分之二十的時候 我去看門診 我說像我如果講話速度快一點的時候 我會覺得會喘 其實我都知道說以後會復發的話 你會走上什麼樣的路 其實我那個paper我都看得很清楚 因為老實講癌症在復發的時候 真的是會比較難纏啦 所以有時候或許吧 台灣的醫療真的是我們要對它有信心吧 其實大家都認為說台灣 就是健保跟醫療的先進是 很值得我們驕傲的 對我這個例子來講 我覺得說健檢 對某一些疾病還在寢無期的當中 真的是有幫忙的啦 那當然大家會想到說 為什麼一個癌症會死亡率這麼高 它是特別的惡性 當然癌症都是惡性 但是它會這個樣子 是因為它發現了幾乎 大概差不多七八成以上 都是一個三四期的癌症 所以我這樣覺得說肺腺來 更可以融入這個觀念 就是預防腎癮治療 我很願意接受一些 健康雜誌的一個訪問 就是說希望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希望大家的疾病 能夠防範於未然 對方感受到最高的